這個單元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螺旗形式的銅螺 它的敲擊聲音跟振動模態到底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這個銅螺有趣的是 這是個螺旗形 所以它在敲擊的位置就是在它的中心點的位置 那我們去敲了以後去量到它的聲音 去做頻譜分析 那我們會發現它有主要四個發生的頻率 我們為了想要知道它這四個發生的頻率 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就建構了一個有限元素模型 去進行對這個銅螺建出它的集合外形以及材料特徵 那我們去做理論的模態分析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結構的振動模態 包括它的自然頻率以及對應的模態真心 好那得到了這麼多的自然頻率模態真心 我們怎麼解讀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首先 因為這個結構是 全自由邊界是一個free boundary 所以它的振動模態 會有鋼皮模態 就是Ridge Body Mode 前六個包含了三個平移的模態 以及三個旋轉的鋼皮模態 那它的自然頻率都是 好 那這在理論上 是會得到的 因為它是全自由邊界 那接著我們再看 我們對這個圓盤結構 我們之前談過 可以用R方向跟θ方向來解讀它的模態移 那從這裡看到 它這個鋼皮模態會有這種面 上面的模態 會有這種面上面的模態 也會有 環的模態 那面模態我們也可以說 它這是Global Mode 是整體結構的 所產生的結構變形的模態 那這Local Mode因為它是環 你可以看到這個環它是比較 高一點 所以它會有環的 Local的模態的特徵 那不管是面模態或環模態 我們會發現 每個模態 都有 兩個 模態 它的自然頻率基本上是一樣 因為這是個圓形的結構 那這個特徵都是屬於軸對稱的模態特徵 好 接著最有興趣的就是 這個 一樣 它是 Global模態 它是面的模態 但是呢 它在θ方向 都沒有結線 所以它是屬於θ等於0的模態 那會有 R 1 就是 B9的模態 R2 它在R方向有兩個結線 R3有三個結線 所以就是 從 0 1 2 3 它是 R方向的這種模態 那也很特別 這種模態 它並不是軸對稱模態 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它在正中央 紅色表示它的 模態陣型的位移正幅是最大 所以當我們在敲擊這個螺的時候 然後 這幾個模態 就是它主要的發生頻率 那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 紅色的這是我們 FEA 理論分析得到的頻率 跟實際上兩色的頻率其實都是很相近的對應 所以這也證實了 我們這個 銅螺 它的發生機制 事實上是跟 這個 R C等於0的時候 R有0 1 2 3 4 的這個模態 是主要它的發生的陣頭模態 而其他的這個面模態和環模態 因為它是軸對稱模 又剛好在中心點的位置 又是節點 所以它並不容易激發出 它面模態和環模態的頻率 好 那這個單元 我們是藉由 這個螺極型的銅螺 來看它的 振動模態和自然頻率 以及對於它敲擊中心點之後 它的發生頻率的關係 好這個單元就介紹到這裡